大选这个事都光剑影 大选这个事也乐子不断 法国现在有个党叫乐庞党 一般说他们是极有意的党 和亲主张来了 第一支持乌克兰 第二不和太兵 第三不派兵的理由是因为俄罗斯是和大国 那既然是这样 你有三条主张 对吧 现在呢你呢击败了马克龙马克龙马议会干脆解散了 两边杀的难解难分 你现在这三条主张 支持乌克兰但不会派兵俄罗斯是和大国 那请问那仗怎么打呀 再问打到什么时候去呀 再问你支持乌克兰 你是跟着美国支持乌克兰呀 还是本来你就支持乌克兰 再问乌克兰 乌克兰人家本来是斯拉夫亲兄弟 大毛二毛 人家家里一伙的 怎么现在就视同睡火了 美国人在这里面做什么你知道了吗 你知道了美国人在使用离间剂 挑拨离间 把斯拉夫大毛二毛两兄弟弄毛了 而且成功的在斯拉夫兄弟内部点着了火药桶 你法兰西掺和进去干嘛呀 你高卢人你进去掺和什么劲啊对不对 看看这位29岁在中国这还是找工作的毛头小伙子 现在这个现在人家是勒庞党领导人虽然年轻啊 但是这个年轻人他用的词很老他接受的是100年前的政治理念 比方说他演讲当中 注意啊 这个年轻人是要竞选总理的 这个总理候选人 他的概念当中 他说俄罗斯是帝国主义 啊 职称俄罗斯是帝国主义 那你这一说反对党开心了 请问你说俄罗斯是帝国主义 难道美国不是帝国主义 法国不是帝国主义 英国不是帝国主义吗 据说有只老鸟 黑咕隆咚的一只老鸟 落到猪身上 就看见别人黑 看不见自己黑 而且黑不黑 有选择性 选择性的黑 那你这个主义叫什么主义啊 法国帝国主义 再加上只见别人黑 见不到自己黑 躲着自己黑的这个主义 是什么主义啊 6月28号 法规家第二台报道说 法国极有异政党 你知道他们的名叫什么名 叫民族联盟 民族联盟这个词 人家不爱叫 法国人都叫他们勒庞党 因为他们有个党首叫勒庞 刚才我说这个29岁的领导人 叫巴拉德拉 这这名好记吧 巴拉德拉 用手一巴拉就得了 巴拉德拉 巴拉德拉承诺说 民族联盟 不会允许俄罗斯帝国主义 吞并乌克兰 巴拉德拉说 如果他在议会选举后 成为总理 他将拒绝向乌克兰派遣 法国士兵 巴拉德拉很有演讲的份 国外那帮立志于当这个政客的人 从小就训练 每天在那训练 talking something talking something talking something 每天据说 嘴里边含着石头 我们通常笑话那些 只说话不清楚的人 嘴里含着舌头 污入什么呀 人家据说 欧洲从希特勒的时候开始 就嘴里含着石头训练 我不知道那石头 嘴里含个石头能训练出什么东西来 巴拉德拉对向乌克兰派兵这事不依不饶 其实扬言派兵 而不是真派兵 扬言说我要派兵了 这其实是技术手段 知道吧 派不派两说着 之所以这么说 巴拉德拉跟谁过不去 跟马克龙过不去 他是马克龙对手们 一些千胖百计 要把马克龙弄下去 跟马克龙叫板 因为马克龙表示说 要派兵到乌克兰去 但是这个29岁的法国小政客 巴拉德拉 他未必知道 马克龙这么说 马克龙不是真要派兵去 而是要表现出一种 法国的独立性 欧洲的独立性 准确的说 马克龙对美国不敢 不从又不愿意 服从不敢 大反只敢 小反小反都不敢 所以只好朝着美国撒娇 不是拜登迟迟不批准 美国递从的武器 要打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马克龙这时候 就想抖一下机率 说法国要派兵 直接到乌克兰参战 这是什么呀 这是人家自己的小花招 人家不敢大反只敢撒娇 弄出一个兰花纸的小动静 说我要派兵到乌克兰去 这兰花纸知道吧 勒庞党的揪住不依不扰 反正这事抓眼球 法国有一些心理男性或者心理女性 就本来是一帮老爷们 然后呢突然间 说人家心里变了变成一帮女的 然后踩着高跟鞋 涂着红纸嘴唇 然后寒毛那么重的腿光着 在大街扭来扭去 我觉得这个队伍派到乌克兰去 可能会起点作用能让俄罗斯人恶心死 好了巴拉德拉他说了 他说我对这场冲突的立场很简单 而且从来没有变过 那就是我们支持乌克兰 但是我们要避免与俄罗斯升级 现在我提醒你们 俄罗斯是一个贺大国 终于说了一句话 知道俄罗斯贺大国了 对吧 美国人都承受不了 把俄罗斯彻底打趴去的代价 你法兰西 勒庞党 你为了竞选 你说那种大话有什么用 你传说俄罗斯是贺大国 这是明智的表现 是建设性的表现 是对人类负责的表现 小背景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不是输给这个勒庞党了吗 然后他说 竟然说了说了我有总统 我有权利解散议会 解散议会干嘛 重选呀 6月30号 那天礼拜天 然后重新再选 最后我想跟各位说呀 今天的法国呀 没有政治家 只有一群小政客 小政客虽然幼稚 但也说对了一句话 就俄罗斯是贺大国 这句话马克龙并非不懂 马克龙的政治能力 政治手段 应该说比起巴拉德拉这种小政客 那还是要高上一筹 一个是初中数学 一个是江平答题的那个 大学数学卷子 博士生的数学卷子 但是法国老百姓 他选举政治 就喜欢新鲜 喜欢小鲜肉 喜欢这个标新立异 喜欢那个政客的承诺 但是政客承诺完了 他是不准备落实的呀 现在马克龙遇到最大的麻烦 还不是右翼政党 刚才过不去 而是美国人不喜欢马克龙 所以马克龙闲了 所以勒庞党如果统治法国的话 法国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所以结论是马克龙悬了 如果勒庞党真的巴拉德拉 他得势 他要统治了法国 法国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所以呢权力场上就你放吹霸 我上场 你放斗霸 我上场 打个没完没了 好 法国的事啊 说实话 当殖民地没有了之后 法国没有从外边攫取大量的财富 来让高福利的国家 每个人过上好日子 那法国谁上台都一样 因为没有办法可持续性发展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法兰 再见